第三世纪 那时候萨老师 哎呀天哪 太心酸了 如果真的像今天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能够拍到2046年 真的会有这样一款 非常高智商 高能的游戏 我觉得就 不会来了 我想不到30年以后 但是我原本就是觉得 明珍是有一个 自己的很 就是很独特的一个 家的一种 就是氛围的 事实上这个节目 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 简单的烧脑推理了 它引导了一个正能量的 和一个更好的人生态度 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对明珍的未来的希望就是 我觉得稳稳的 然后踏踏实实的 做好每一个案件 然后讲好每一个故事 同时也能够让每一个 不管是玩这个游戏的人 和看这个节目的人 都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 能够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明珍的未来 应该不仅仅是 一个舞台和一个观众席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观众 以更多的方式 参与到我们的游戏中来 我相信大家在看的过程中 一定有各种各样 脑洞大开的想法 所以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方式 我相信大家可能 真能像今天这样 或许用不同的手段 参与到我们的几个动作来 就明珍大侦探未来是什么样子 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但是导演组的头发有多少 我就不确定了 他们绞尽导致的 每次去想故事 去设置情节 包括利益 是一技比一技强 一技比一技难 一技比一技奇 所以我很在意你们的头发 我很关心 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用心 并且也很有诚意地 在去为大家奉献一个精彩的节目 所以希望也祝福 未来的明珍会越来越好 然后更多更多人都能喜欢明珍 其实不知不觉 我这一季来了挺多次的 从最开始比较生疏 然后到后面能慢慢地 跟大家相对能够融入进来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脑洞可以不断地被打开 我认识到自己 可能平时思考上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旦认定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会往一个 自己相对于认知的 一个小空间里去想 但其实这个时候 往往需要发散性的思维 有时候也需要去听一下 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是我 慢慢在学的一个事情 所以希望以后 如果能够再来 跟大家一块玩的话 就能够表现得更好